Hello 大家好 我是不懂作战直说电影的唐司令 那么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回到未来2》 续《回到未来1》的剧情 博士突然从未来即2015年返回来 接走刚刚从30年前即1955年回来的马蒂和小女友Jennifer 回到30年后 也就是2015年 这未来可不得了啊 路上的汽车都是会飞的 鞋子都是自动绑带的 衣服都是自动伸瘦的 花板也是在空中飞的 Jennifer对自己的未来感到非常的震惊 滔滔不绝的问了一大堆的问题 博士受不了 就将他弄晕了 到达目的地之后呢 就将他随便的放在路边 然后呢叫马蒂去一间咖啡店 代替马蒂的儿子小马蒂拒绝格里夫 因为这一切摧毁马蒂一家的源头 马蒂呢来到咖啡店点餐 这店呢连点餐都是高科技啊 唐司令也想要啊 马蒂呢遇到已经变老的老Beef 他就是他爸爸曾经的这个黄毛上司 这个时候呢 格里夫也进来了 将他的爷爷老Beef赶去洗车 去洗车去 并威胁马蒂坐在这里等他 随后小马蒂进来了 马蒂立即躲了起来 呃格里夫呢 进来之后直接暴力威胁小马蒂答应晚上的行动 这次行动呢会导致小马蒂坐牢 然后导致马蒂一家毁灭 马蒂呢趁小马蒂被打晕之后 停车而出拒绝格里夫的要求 被格里夫以及他的手下追到 前面也说到了 未来的花板呢是可以在空中上飞的 不会用的马蒂眼 看着被格里夫追到 情急之下 马蒂跳入水中躲过殴打 格里夫等人因关心冲进大楼 随后呢被警察抓走 报纸上关于小马蒂被抓的新闻也改变了 事情完成之后 马蒂想买一本运动年捡回到过去 赌博赢钱 这当然被博士拒绝了 博士呢将书扔掉 准备离开时看见珍妮夫 被警察发现 并送到2015年的家里 两人只能想办法阻止 但这一切被老Beef听见了 老Beef呢拿着运动年捡 趁马蒂不住一时 偷开了时光车回到过去 等三人回到30年后 发现一切都变得荒芜 街上到处都是恐怖分子 没有法律可远 但新闻上呢 却播放小Beef的英雄事迹 风毒碧莹 就在那时马蒂被人抓住 醒来后呢 看见一个性感美女 哎这不是他的妈妈吗 哦当然了是1985年的平行 时空的妈妈了 令人崩溃的是 马蒂发现小Beef成为了 他的继父 他的父亲呢早就死了 博士找到马蒂告诉他 有人使用过时光车回来 改变了过去 所以时空被分裂成了两个 必须回到过去阻止 这一切的发生 马蒂立刻去询问小Beef 但被老Beef极辛苦的小Beef 毫不犹豫杀死马蒂 但幸好博士及时赶来 马蒂逃过一劫 两人回到三十年前前 那个雷电劈坏中塔的星期六 马蒂躲进小Beef的车里 跟踪小Beef 国人老Beef出现了 并将运动年限交给小Beef 但马蒂呢 却被锁在了车库 马蒂立刻向博士求救 当晚上小Beef开车到晚会上 与刚赶来的博士擦肩而过 博士呢只好返回去 但在路上碰到了 正在安装接收雷电装置的小博士 差点啊就被小博士看到自己 画面转向马蒂 马蒂依然呢 想尽办法偷走书 就在准备成功的那一刻啊 被光头老师打断了 光头老师没收了小Beef的书 马蒂呢 只好转向光头老师的办公室 哎 这过程简直是让人心惊肉跳 可怜的我们的男主角啊 更可怜的是 马蒂终于拿到书 却发现书里都是梅雨啊 被耍了一道啊 就在那时呢 小Beef跟马蒂爸爸发生争执 马蒂爸爸打晕了 小Beef 马蒂赶紧去童拿书 却被醒来的小Beef 看见马蒂只好再给小Beef 喷来一圈 在离开的路上呢 又被小Beef的手下给盯上了 逃到宴会上 手下们盯上了 台上第一次穿越时空的马蒂 这不行啊 台上的马蒂呢 一定要顺利的回到本来的时空啊 于是马蒂使记砸晕了手下们 但又遇上了蓝路湖小Beef 只不过马蒂不是被小Beef打倒的 而是被自己开门被砸晕了 哎 唐司令是不是应该在这里 吐槽一下下呢 小Beef呢 又将运动年间抢走 马蒂呢 只能跟赶来的博士联手追上小Beef 马蒂呢 拿出会飞的滑板和小Beef来了场竞技啊 这一路看的唐司令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全场最精选最刺激的部分了 当然了 最后马蒂成功了抢回了输 但人算呢 不如天算 就在两人想要离开时空的时候 雷电劈中了时光车 时光车不见了 天地中只留下马蒂一个人 那个凄凉啊 不过事情当然就不会这么结束的了 就在那时一个邮差给马蒂送来了一封70年前的信 正是被雷电击中 回到70年前的博士写的 知道博士并没有死 马蒂立刻找到这个时空的博士 而这个时空的博士呢 刚好将第一次穿越时空的马蒂送走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是不是被唐司令给绕晕了 不过电影呢 是真的很有趣 各个情节都可以将观众动向 所以大家也期待第三部吧 想看更多电影关注唐司令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